微软的办公套件里内置了非常不错的在线3D资源 但是这些资源在中国大陆是禁用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在Mac电脑上解除联机限制的方式 好,我们现在打开微软的幻灯片 建立一个空白的演示文稿 点击插入 然后我们找到这里的3D模型 这里的话只能插入我们本地的3D资源 好的,我们现在把它关掉 退出 好,我们现在做第一步改变 点击上面的苹果图标 选择系统偏好设置 好 在里面我们进入语言与地区 好,打开语言与地区以后 我们看到这里的地区是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改成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美洲的美国 或者欧洲的一些国家 亚洲可以改成台湾及其他的一些地区 好,我这里改成欧洲的俄罗斯 好的 你改的时候可以改成其他的都可以的 比如改成美国,改成台湾都可以的 好,我们关掉 现在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改变 好,再次打开微软的翻弹篇 建立空白的演示文杆 好,我们点击插入 看 好,现在的话就一个向下的箭头 这里的话就可以选择在此设备上的一些3D资源的插入 或者是网络的3D模型的插入 好,我们点一下这个网络的 它这里写的是库存3D模型 有时它会写网络的 好,我们点击打开 然后在右边就会出现一个选择框 上面写连接的3D模型 好,我们随便点一个 这里还是打不开的 这里是白的空白的 好,我们还需要进行第二步的设置 好,我们先把它推出 现在我们点击仿达 我们点击仿达 进入仿达 找到应用程序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微软的混添片这个程序 如果你的程序太多的话 不好定位的话 可以用搜索功能 在这个地方搜索 搜索我们打按PO就可以了 打一个PO 就会找到微软的混添片这个程序 然后点击鼠标的右键 显示board内容 显示,点显示board内容 好,我们进来以后呢 就会有里面的board内容就显示出来 我们进入下一个目录 双击进入 好,这里面呢 我们找到这个2E开头的这个资源文件间 双击进入 好 这里面进来的这里面都是语言包 是各有各种的语言包 我们现在进行找到 这就可以点下排序 用倒排的方式 找到我们这个zh下滑线cn 这就是简体中文语言包 然后双击进入 好,这里面呢 我们也是通过搜索框 输入我们这个文件名称 这个文件名称我会写到下面 好,我们输入以后呢 他就会搜到这个文件名 这里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经过设置的话 你会搜的话 是会搜索整个的这个电脑 我们这里呢 要进入我们这个文件夹 点击这个旁边这个中文简体包 这个文件夹 c hcn 这个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找到这个文件以后 还是我们把这个文件移到废致楼 就是删除的移到废致楼 OK 然后这里我们输入密码 好 这事就删掉了 这里还有显示不要管 这已经删掉 他还没有及时的刷新 好 我们现在关掉 再看一下效果 点击微软的幻灯片 好 再建立一个空白的演示文稿 好 我们把这个删掉他 点击插入 点击插入 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3D模型 好 同样的我们选机选择一个3D目录 进来看 现在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插入一个3D的模型 好 现在就可以进行我们所需要的操作了 好 微软幻灯片的这个怎么连接 点击3D模型 这个就讲完了 其他的微软的360的软件 比如说Word Excel操作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文件名称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把Word的文件名称会写到下面的 行cek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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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在Mac电脑下面 微软365的连击 在线的3D资源 就讲完了 好 大家可以试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发消息或者发信给我 好的 希望大家支持 点击订阅 对我们这些做内容的 是一个鼓励和支持 好 谢谢 谢谢